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你怎会让我静的夜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你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 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大家很久没见的苏有鹏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你好有鹏 你好大家好我是苏有鹏 其实是否很久没有来过香港和观众面的 那真的很久了 是吗 是的 大家印象之中 你常常在银幕上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 是的 但是这次见到你 又留了一点梳 头发 即形象不同 其实是否现在尝试去转型 这个是生活中对我 那时候真的挺乖的 因为初初入行 公司也希望我比较贵 因为我当时很在乎其他人对我的想法看法 初初拍剧很多时候的形象都很鲜文 很文质彬彬的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某程度上 那时候的形象是限制了你在角色方面的发展 刚刚开始也是 现在也希望可以再做多些东西 比如说一些反派 或者什么可以真实一点的人物 这几年你都转型了 你刚才都说拍电视剧 但我知道一开始你是唱歌的 哪一方面会比你的满足感会大一点 其实两方面很不同的 演戏就要尽量忘记自己变成那个角色 但唱歌你就可以自我一点 是吗 自我一点的 你可以做自己 但现在会不会有些 音乐方面会有些继续吗 今年年中会出新变的 这次你可能会尝试跳舞 有些舞曲的 是吗 是 其实我以前小夫队的时候 三个人之中我是跳舞最差的 是 迟迟都跟不上 其他两个都很恨我 拖累大家 练习时间长了 对 现在都想做些自己没试过的事 做挑战自己 其实今天预备了一些 很有趣的心理猜物和你玩一下 好 这个是猜自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看到 天空上有一只小雀 他嘴里面就担着一些东西 一个是BB仔 BB仔 就是他担着BB仔 或者是鑽石 鑽石 一双花 一双花 一双信件 信件 或者一双蛇 你觉得凭你的直觉 你觉得他会担着什么 一双花 花双就代表你会中一个很漂亮 但很难接近的女生 好像遥不可及那种感觉 但其实他跟你一样 可能很喜欢研究东西 是否你自己现实中 对女士的要求 其实我也挺不喜欢那些 很骄傲的女生 我很在乎平等 所以我觉得有辅助 也希望有一些回报 就是互相的 今天我们也预备了一些女明星的照片 给你选择 看看哪些是合乎你心目中 你喜欢女性的类型 好 首先有 孙子 孙子 你本身跟他熟不熟 不熟 不熟 这个应该熟一点 赵薇和他合作过 挺熟 我想合作过不止一次 两次以上 三次 三、四次 代表爱赢 当然这个可能会加分一点 可能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对,因为女人一点 短头发可能会比较不同 即是你喜欢长头发 即是有些思思纹纹的感觉 我喜欢女人一点 女人一点 其实未必是长头发 对,当然 也希望每一段感情可以长一点 丹太线 但他也觉得他很漂亮 对,他也很漂亮 他应该可以聊天 对,他也挺聊天 也挺男人的 他也挺男人的 他真的肯定好一点 好,最后一个 两个都一起合作过 阿森如 我真的觉得一个不介意 你拍的剧中 其实也有跟他们有感情变 对 他们两个其实也不一样 我觉得很难选择 因为懂 对,因为都懂 你去年也有宣布过 有个圈外的女朋友 那现在其实是怎么样呢? 大家都很关注 很稳定 很懂事 而且大家都有心去保持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之前也试过 有遇过那种 可能年纪小一点 可能自我一点 就没办法去配合 我觉得做一个艺术的女朋友 也挺辛苦的 是啊 你可能都见到你男朋友 而且还要有些秘密的地下请 你都要去 大家一起回去 保护这段感情 小时候可能觉得自己要很分年 你懂得很多地方 地区去玩 那些 但到我现在这个年纪 我觉得你要负责人 你其实对社会也有很多贡献 你又承纳了一些基金 是啊 因为过去这几年 在大陆做事更多 但是有时候看到一些地方 有些很贫穷的地方 那些小孩子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就和一个政府的 机构 是的 机构 成立了一个苏有牌外心基金 其实除了建立那个基金之外 你也是一个 抗憂鬱症的一个弟子 是的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现代人 工作方面我是一个挺完美的人 有时候 你如果工作做不好 可能你就会照顾自己 如果你开始不由自主感 去浪试 先做一个牛角尖 专牛角尖 是的 你就要注意 如果让你再有机会选择 你会否也选择进入娱乐圈 也好 其实我觉得人生 每一条路都要学很多东西 这条路可能高低 差别大一点 但是也挺精彩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 也是近这一行 好玩的 但最近听你说 是否想读书 是否有这个想法 是的 因为日行很多年 我觉得也要充电 我都要充电自己 拿一些新的东西出去给别人看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跟我们聊天 谢谢